第一个就是说,用Real Light,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里面的Data 就是Band,然后控格,然后在它的身高体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Split,切割,然后把它分开来 那分开来之后的话,我们就得到它的姓名身高体重 OK,然后程式的撰写部分的话,基本上我大概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Open进来,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前面我们是因为它很多行,所以我们用Real Light 这边的话,我把它搬到这边,这样看,两边对照一下 就是Real Light中间切割,所以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我放云端上面,这一行其实可以不要 如果说呢,你只是要把它全部读进来的话 你身边甚至不用Real Light,直接把这个物件,有没有 直接拿来回圈跑,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当然会好处是少一行 但是缺点,刚刚同学就马上Confuse 什么可以这样,就也是可以这样子 但如果你会Confuse,你干脆还是用安全的做法好了 OK,这样会比较有一点程式,开档完之后把每一行读进来 然后我再去怎么样处理,OK 所以这种是标准写法 刚刚那种是简化的写法啦 OK,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你要能够简化,前提是你功力要慢慢够 你刚开始功力不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直想要把它缩短写法 安全写法比较重要,OK 因为程式我一直特别强调,一定要100分 差一个bug都不行 哪怕一个符号,哪怕一个变数 对不对,一点点就卡住你可能卡好几个小时 卡一天都写不出来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啦,初学者 请用安全一点的写法 OK,有其他写法暂时知道就好了 千万还是以安全为前提 除非说你已经写的很久的 已经出神入化了 如火纯青的,更上一层楼了 你再来思考 否则的话,真的你会因为一个bug会痛不欲生 如果你有写过的话你就知道 所以我以前刚开始真的就是写过的就是把它保留下来 下一次呢,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有个参考依据 照着写安全的 你下一次再走一样的路你就不会错了 不要说这一次你把它做对了 然后你又不把它记下来 然后就不见了 不存档了 然后以为自己很厉害都OK 下再写 错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地方 我刚保证,真的 你没有 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记得比较多的 那有点年纪慢慢发现,哇,记忆衰退很快 前一秒钟可能才想到要做什么 下一秒钟都忘记了 所以有时候,上课有时候 我如果有讲到重复的笑话 你可能要跟我讲一下 老师你讲过了,不要再讲了 真的,有时候自己会常常不经意的 所以老人家有时候 常常会一直讲重复的事情 这要表示他老了 是不是 OK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现象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就是怎么样 我们会需要 把那个身高跟体重 放在两个串列里面 就跟两个栏位一样 这概念跟我们之前那个国文 英文,数学那个差不多 只是说这边的话呢 我们没有把姓名放进来 所以没有姓名放进来 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姓名的那个位置 所以 另外后面一个简化的版本 是多一个N 那当然这边可以另外一个写法 两行你可以把它变一行 怎么变呢?还记得吧 斗点有没有 W等于什么呢 斗点中瓜胡 这样子下面这一行就可以拿掉了 OK 看得懂意思吧 这两行还可以 金简还记得吧 可以把这个放到后面 它们两个都等于零 这样子又可以少两行 特别是下面跟上面有点不一样 上面是要产生两个串列空的 下面是通通预设值都为零 OK 如果不是串列可以 就是可以这样串 但是如果串列就要独立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字典的用法也一样 我们前面讲过 再来的话就是让它怎么 读进来之后 Split它的空白 然后分别把什么 把那个身高的部分append 所以这个串列里面的哪一个呢 第0个是姓名 第1个的话是身高 第0个就是姓名 然后1的话就是其实第2个 身高再来体重 分别放在H 用append跟W OK 然后再来底下就是 如果比较一下留下最高的 如果最高的那一个 当然它预设值为0 所以呢 第1个的身高是多少 第1个人身高是175 所以175会留下来 再跟1155比 还是175大 再跟172比 还是175 所以最高就是175 那65也是这样 65比0大 所以65 有没有比较大 有 还是65 7575大 75就放弃 所以最高的就是75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是比什么 比那个身高 我刚刚讲那个逻辑 这个是比体重那个逻辑 OK 所以以后啦 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比啊 三行就可以比完了 不过 我有讲过 这三行 六行 其实可以拿掉 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OK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最高分那边 以为有用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OK啦 可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简单 只是那个方法会需要用到index 加max 就是找到最高分的那个人的位置之后 再去抓到他的串列的位置里面 就把那个人的名字给带出来 OK 没办法根本没印象 很重要 如果你会写的话 可以简化 最后的话就是什么 再把结果做输出 包含什么呢 他的平均身高跟平均体重 最后的话最高的那个就知道了 跟最矮的那个就知道了 那分别就是因为我有抓到他的名字 也顺便这边有一个名字 他的位置跟他的名字顺便抓过来 然后就把它print出去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个 那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另外你可以什么 可以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变数就是名字 名字 名字说n好了 n等于什么呢 如果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我们一样就三个栏 因为姓名身高体重 所以三个栏多一个n 然后这边的话 多一个 这边一样多一个n n append它 就是把名字放在哪里 放在n里面 这边多一个 n append list0 OK 就是一个萝卜的坑 这个写法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我大概快一点的带一下 因为这两个方法都还蛮重要的 好 那nhw 我就分别把他们的资料分别放进去 那底下这个地方 这六行就不用了 好 马上 delete 了 缩短了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 怎么查出来 最关键的 max这边的话呢 其实你就是 最高的那个就是max 把h带过来 这个的话就max w 这没问题 但是名字怎么查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index去查 那你可以用h 这个串列里面 点 index 就是在那个升高的那一栏 那个串列里面 去帮我找一下 找什么呢 找最高的那一个 就max 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会返还 它的位置 最高的那个是 最高的那个index是哪一个 应该是这个ban 有没有 这0嘛 那你外面再包一个n就可以了 n 然后呢 用一个串列 就是我同样就抓这个ban 因为它最高的 那个它查出来之后 它发现是什么 最高的这几个嘛 这个最高的是它 那位置是0 那用0的这个位置 再去抓到ban 就把这个ban的资料带回来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吧 不过这个好像还是不好懂 可是它的好处是程式精简许多 ok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那最后的话 一样底下 我们这个一样就是 用w 所以其实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w点什么 点index 然后去找到max的 最重的那一个人是谁 w 这边多一个 把这个点这边把它拿来这边用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成w 帮我查一下 谁最重 然后最重那个人呢 是谁 然后呢 就是是谁的话 就用n去框在外面 然后把这个地方抓到这边 ok 那主要就改几个地方 有没有错 刮虎漏掉了 好 那把它save一下 我再比对一下 理论上我是有把那个 做好的 做一个截图 有没有 就这个 跟这个 有没有 ok 那理论上 没问题的话执行一下 应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 可是至少 它会少了两个逻辑判断 如果你栏数越多 越适合用这种 现在有两栏 两栏看起来好像还好 可是如果你是什么 一般工作里面用到至少十个栏位 十个栏位 如果像你十个栏位都如一般 那倒步用这一招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 早上我们主要就针对 那个 这个证照的考试题 做一个解说 然后 我有提供 不同的思考方向 然后各种解法 但是最好就是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写法把它写出来 因为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是被人家的程式 很容易漏洞漏西 最后可能就忘了一个部分 那当然程式只要一个地方 写不出来就bug了 ok 试一下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中午下午再继续 一夜 h nine rees 一 één 暗